女大學三伯母在《七黑一片》裏面 露出一副很哀怨的表情 和很幽怨地說 教授啊 原來伯母被美容師飛了 她對美容界產生了陰影 沒辦法再去剪頭髮了 所以她就被自己過場的頭髮包住 黑井就乘機向教授求教 攻陷男人的方法 教授說 三句咒語可以令男人愛上你 第一個咒語是 最重要的是抓住男人的心 為了抓住男人的心 就要讓他看到最赤裸的你 雖然說是赤裸 但並不是指現實中的赤裸 而是指赤裸的心 也就是內在 對人類來說 最幸福的就是 可以看到對方的內在 所以要直接用嘴巴告訴對方 今天很開心可以看到你 只要這樣說 對方都會感到很開心 然後就會想多點跟你在一起 除了開心 透過借借來答借 都是很重要 每當男人到了些什麼 只要你表達出你的感謝 男人就會很滿足 不理會是怎樣的鬆悉 只要重複傳達 都會增強衝擊 所以可以的話 多謝要說三次 約會裡面 回去的時候 回家之後 要在這三種時機 答謝 多謝你帶我來 今天很開心 多謝 今天真的很多謝你 接著來 教授要說出 可以被男人所愛的終極咒語 這句咒語就是 喜歡 伐木和黑井聽到之後 覺得很失望 教授還馬上問 伐木和黑井 你們有對男人說過 喜歡嗎 答案是 沒有呀 在戀愛裡面 喜歡明明是很重要的詞彙 但是平時就很少會用到 甚至到最後會完全不再使用 所以平時要綜合 喜歡連蛋 那什麼是喜歡連蛋呢 教授就解釋了 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說 存在所謂 好意的報答性 即是 越是向對方傳達自己的好意 對方就越會報答這份好意 說喜歡不存在任何時機 不具備任何必然性 亦都沒有任何物樂可從 就只要 喜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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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就可以了 黑井就問 真的有必要說這麼多次嗎 說一次就夠了 教授表示一次完全不夠 剛剛提過 多說幾次就能夠增強衝擊力 就好像喜歡花這種小事一樣 只要重複三次 對方就會認真地對待 總之 喜歡就沒有分好壞 只要重複講上幾次 對方就會相信 如果覺得 直接說喜歡是難以啟齒 透過信息來傳達都是可以的 白木和黑井就有疑問了 這樣頻繁使用喜歡 不會令人覺得好煩嗎 教授就回答他們 帶有強制或者命令的情況 才會令人覺得厭煩 但喜歡不帶有任何強制性 就只是傳達自己的心情 世界上不存在會被喜歡嚇走的男人 如果當你說喜歡 對方又用喜歡去回應你 就代表好意的報答性產生了效果 黑井就問了 既然喜歡也有這麼強的效果 那愛呢 愛確實是衝擊性很強的話語 但相對也有令人感受到壓力的風險 如果難以開口說出喜歡 可以採用說出喜歡對方什麼地方的方法 比如說 我喜歡你 那雙眼動人 然後接下來也很重要的是 說自己喜歡 可以跟對方斜上關係的一切 就像對方帶你去的店 你可以這樣說 嘩 真是一間不錯的店啊 我超喜歡這間店啊 只要這樣說 對方就會開心到 好像自己就是這間店的老闆一樣 相反 如果否決對方挑選的店 我知道一個更好的地方啊 不如我們改去那裡吧 就算是沒有惡意 對方都會生氣到陣 因為男人會將 跟自己有關的各種東西 當作自己的延伸 工作 衣服 興趣 只要正向感去認同 能夠跟對方斜上關係的一切要素 並用言語去傳達給對方 你工作好正 你衣服好美 你喜歡看漫畫 我都喜歡啊 只要這樣做 對方就會想 這個女生 都很重視我所重視的一切 然後她就會好像對待重要的事物一樣 愛你 如果希望對方喜歡上自己 只要由自己才說出喜歡 就可以了 2 2 4 6 5 10 1 6 1 6 1 4 6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